科技进步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 还是加速了危机 这个可怕很难找着一个客观标准 就是说科技增长的速度到底是什么时期快 我想不出一个好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它 我们看到的是好多这些个例 很多也很有意思的个例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个例 实际上就是战争 历史上都是战争促使科技进步非常快 因为战争它使得政府砸钱 而且是非常急迫的 动力非常强的 因为其他的科技一般都是基础研究 政府花钱 在一些科学家 他们就是慢悠悠的想怎么去做这个 他不是不是很着急 基础理论 但是呢 这个有实用价值的商业上的竞争 也是比较激烈 但是那个还不是你死我活 商业之间的有点你死我活 就是怕你怕别的企业的这些技术把你给颠覆了 等等 但是这个比不上战争的这个刺激 因为这个企业自己的研发能力比不上政府资助的研发能力 最典型的表现 就是这次俄欧战争 俄欧战争呢 你看无人飞机 它的技术迭弹非常非常快 而且乌克兰呢 现在大规模使用这种无人机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战争呢 它特别 从例上也是 就是战争呢 使统治阶级 它要砸钱 要打败对方 所以它那个动力比商业动机还强烈 这个我倒认同 但是你说这个经济危机和科技的关系 我倒看不出 我想不出什么直接的东西 往往科技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经济危机 因为几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新科技呢 它促使了 促进了大量的新的投资 在一个新的领域 同时又强行淘汰了一些旧的科技 你比如说美国的汽车工业 在百年前蓬勃发展 那就基本上把火车给击垮了 火车只用货运 但是客运呢 基本上就击垮了 那么飞机的出现 又把长途的这个 好多东西都改变了 然后那个高速公路的出现 对吧 所以这些科技的出现 它暂时的导致一个投资热 在投资热的过程中 大家都疯狂的抢高地 那么这个过程呢 会带动一大批的产业 但是呢 后来你就发现 这个高地没那么多 那么成功的有几个 一大批这个失败的 你像亚马逊啊 这个谷歌啊 这些互联网公司 成功了 那赚的厉害 但是大量的新企业那些 都破产了 都破产了 所以在它这个新科技 颠覆性的这个过程中 它会带动大量的产业 导致一种蓬勃发展的 这种景象 但是一过热 你发现过头了 然后呢 就导致生产过剩危机 所以呢 我觉得 我的印象里一般来讲 不能说是危机导致科技 而是科技导致危机 恐怕要更准确一些 因为新科技呢 颠覆性的 然后那么多投资热都上去 然后过热了以后呢 就一片一地鸡毛 对吧 这个咱们也经历过好多 西方经济学家 熊毕特 它呢 其实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就是这样 就是新科技是一种颠覆性的 然后导致投资热 然后过热呢 就导致经济危机 所以它呢 不是从生产过剩的角度 来解释经济危机 它是从投资热 新科技颠覆性 它是这么来解释的 所以这种解释呢 在一定层面上 解释了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危机 但是它不是从生产过剩危机角度来看 所以呢 它 其实回避了个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 这个产能的增长 超出了消费的增长 这个最根本的矛盾 所以新科技导致这个繁荣 然后呢繁荣导致这个过剩 然后呢 就是 它是这么一个周期的 所以这种解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